好 地牛翻身 今天上午11点52分 屏东发生了规模5.6地震 而在屏东的三地门感受到了五级的震度 索性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不过就有监视器是捕捉到大卖场的文具区 浇水被晃到掉了满地 就连坐在桌子的民众被吓到整个人都弹了起来 这里是山地文化园区办公室 替代一南原本静静坐在办公桌前 突然间地牛翻身 整个人吓到弹得起来 左看右看感觉很惊恐 换个角度看 楼梯间的门也被震到猛力摇晃 可见当时震动程度不算小 还有路边的露天休息区 蓝白相间的大遮阳伞 也被捕捉到晃动瞬间 就连大卖场文具区 架上浇水也在地震摇动同时 一一掉落走道 回想起当时情形 店员还雨季有存 烤水然后可能那个就是有一些 布子本子有掉这样子 应该有三四秒吧 就两秒至三秒 还蛮大力的啦 就没有碰过那么 我是没有碰过那么大的啦 对 有没有人冲出去 就我啊 拔腿狂奔的可不止卖场电源 因为地震发生了11点52分 也正好是用餐时间 灭电老板说地震瞬间 大家同样用跑百米速度 拔腿向外冲 我们在那个屏东市地震站的这个 东偏北方30.6公里 我们侦测到一个规模5.6的这个地震 这个地震发生的这个原因 主要它还是那个3月4号 我们在那个 就是高雄县的南边 有一个规模6.4的这个地震 那这个这个主震发生之后 在高平地区 它的那个地震活动就 那个变得比较活跃一点 屏东规模5.6地震 在山地门感受到五级震度 幸好没震出灾情 居民饱受一场续惊 明星温宏 屏东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